我们已经多次表明 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侮辱美国领空 完全是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 至于你提到的 其他的几只所谓不明飞行物的情况 我并不了解 但是呢 我们要在这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美方频频发射先进导弹 来击落不明的飞行物 这是用力过猛的过度反应 我们注意到 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在质疑 这种做法除了耗费美国纳税人的金钱之外 又能给美国和美国人民带来什么实际收益呢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 事实上 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监控侦查国家 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间谍网络 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的对象 包括德国 法国 挪威 瑞典 荷兰等欧洲多国政要的短信和通话内容 美国在其近100个驻外审领馆内 暗自安装监听设备 对驻在国进行窃密 据信息安全新媒体 安在去年的报告披露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30天内 就远程窃取了971条全球互联网数据 和1241条电话记录 涉及各国大量公民个人隐私 就在不久前 纳米比亚海域发现一艘用于收集水下信息的美国无人艇 当地媒体普遍认为 这艘无人艇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间谍船 美国在世界上放飞了多少间谍侦测飞艇气球 美方自己心底里很清楚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监听帝国 国际社会也看得十分清楚 美国滥用自身的基础优势 对全世界包括其盟友进行大规模 无差别的窃听 窃密 行动遍布全球各地 侵犯他国主权和利益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间谍惯泛和监控帝国 美国还频繁派舰机对中国进行抵径侦查 去年高达657架次 仅今年一月在南海就高达64架次 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美方气球非法进入别国领空 也司空见惯 仅去年以来 美方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 十余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 美方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反攻自行 改弦更张 而不是污蔑抹黑 煽动对抗 这个不明飞席物包括那个美国发现那个什么八角形 我坦白讲搞不好真的是不明飞席物 UFO吗 不知道啊 就是不一定真的是气球 我坦白讲 气球这个在全世界跨越 因为他大部分在贫流程嘛 所以坦白讲 因为大家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评估 或者勤收的角度 认为不足挂碍 那基本上也没有小题大做 对啊 这个大概历来的惯例 这个虽然没有国际法严格规范 可是又是国际惯例就是这样在处理 就是不小题大做嘛 对 但美国这次不是如此 对对 那我觉得中方大概也看到了拜登政府的无奈 因为他也是被众议院逼着 被媒体民粹话逼着 那我觉得万文兵今天出来讲话 是因为2月15号 美国那个鉴定报告就要出来了 那这个鉴定报告 我坦白说是属于行政机关这一边 那等于是提醒拜登 说你还要再玩下去吗 就是你如果要再玩下去 那中方可能就奉陪了 他也有一些后面准备的东西 就是搞不好他还写个报告 因为他都讲到说去年到现在超过十次 他一定都有记录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搞不好 就你要这样讲 那我就出个报告给你看 那他今天只是说 反正你进入我领空 我也还期嘛 就比照办理啦 OK 如果那个FBI的鉴定报告 我觉得如果中方不能接受 那就是继续奉陪了啦 那当然众议院也可能有进一步动作啦 比如说成立调查小组啊 要求了解1月28号到2月3号的决策过程啊 坦白讲这种小题目可以玩很久啦 可是就是很无聊啦 这个就是民粹政治的恶果嘛 就是你把重要的问题甩在旁边 那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难道不是布林肯 或者是叶伦去中国重要吗 对啊 那你要把这个事情弄那么大 然后你拜登 给人家感觉就是 挡不住这个民粹的压力嘛 是然后来做不断的呼应跟进 那现在甚至看到不明飞行物就打 我看会引起星际大战 引起星际大战 不是啊 对我跟你讲 美国上空的不明飞行物很多啊 你不知道是什么啊 对美国最常看到 以前美国不会乱打的 我说实在啦 美国都会稍微看一下 鉴定一下他的风险性 然后再决定要如何处理 那你现在如果说已经都是情绪上了 都说不能被民众看到 被民众看到我又被斥责 那所以我就先打算了 这个会引起什么后果 坦白讲没人知道 对啊 当然你 你要讲小题大做的话 大陆后面 也有很多招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下面这一则报道 美国呢 现在军方 现在开始讲说 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呢 说高空飞行物不排除是外星人吗 因为美国降临 据称气球还有说三大原因 这一位是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的司令 他呢特别说 说了这个所谓的 在飞行物当中是否来自外太空外星时 他回答不排除任何可能 那就是说难道这是UFO的这个吗 可能的飞行物吗 我们再回到上一张 美国现在是真的有点歇斯底里 所以来看到呢 大陆媒体人胡锡进就说 五角大厦说之前被击落气球上 监测设备跟中国大陆军方有关 结果又开始制裁六家中国大陆企业 结果现在又说一些什么不明飞行物 但是很多都没有指涉中国大陆 不过你知道一连串下来 不过就想要联想是中国大陆嘛 然后呢还说要把握三点 第一点就是呢 不要主动跟已经心理失衡的美国较劲 美国疯了 另外呢不要 不要做能够有缓和中美关系的幻想 不要以为美国某个高官一时的温和表态 而抱希望 另外中国大陆抓好经济吧 大陆经济增长来到5.5以上 或者是6的时候 美国就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我觉得他讲的很对啊 就是尤其是第一点 还有第三点 第一点是美国疯了 第三点是抓好经济 我举例啦 比如说美国就认定伊拉克有 大规模毁灭武器嘛 那你记不记得Powell就在那边秀一个 这个是白粉 后来有人怀疑是洗衣粉 之类的 那后来美国也不能证明有大规模毁灭武器嘛 可是整个舆论就是往这个方向照 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有这个氛围啦 我坦白说啊 这个新闻 那我后来就陆续看到华尔街日报 连纽约时报都歇斯底里 那我就觉得这个已经有点怪了啦 后来又华盛顿邮报 那都是主流媒体 而且亲民主党都非常主流啊 那后来民主党官员也觉得这个太过头了 所以就放话给CNN嘛 那不是说习近平不知道这件事吗 这个就是试图要拉回来一点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以前他们放新闻都是透过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那这次居然去找CNN啊 所以你就知道 他这个媒体基本上已经疯了啦 因为你不要 那当然如果是亲共和党的媒体 那就是一面倒了啦 福斯啊或者是最开始报的 那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华尔街日报 第一天社论就显得非常强硬 是 那你都还没有一个调查结果 你就认定就是了 所以他 那就是美国军方也不能够坚持自己原来的务实判断 对一开始说没有害啊不用击落啊 现在民粹之后就不要击落 那你去看伊拉克不是一样吗 大规模毁灭武器这个是 这个是很容易证明有跟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把证据弹开来看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如果你那个 就两党基本上我坦白说啦 都有反中的这个氛围啦 那也知道明年选举大概这个就是主题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期间共和党的提案 也有很多民主党连署啊是啊 所以 还有比如说成立那个对中小组 很多民主党也投票啊 赞成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氛围 恐怕不是哪个党啊 就整个氛围 那拜登显然他就是证明了 他没有能力力往狂澜嘛 他没有能力让军方的理性声音 在这一轮的政治斗争里面出头 变成主流意见嘛 对 那你有什么办法 胡锡进看得很清楚啊 是 他知道拜登没辙了 没辙了 那就是众议员跟媒体在搞斗争啊 那难道中国政府要去理会众议员跟媒体吗 是 所以他才会这样说嘛 对 所以亮哥也是觉得说 第一个 美国现在真的是有点歇斯底 所以胡锡进才说 美国现在真的是有点疯了吗 另外再来说 也千万不要因为美国某一个高官 一时温和表态 而抱希望 因为中美的关系 其实看起来就算拜登想要拉回 不过他也是刚刚亮哥说的 被民粹所绑架 所以环石社评最近也说 尼亚现在是高射炮去打蚊子 这种事情竟然在今天美国真实出现了 美国纳税人的钱都花在这种政治表演上 草木皆兵自导自演的戏码 真的是荒唐的 我这个 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这个就是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政治 你的理智成分越来越少 那就是悲哀嘛 对 就像德国当年怎么理解犹太人 OK 不是一样吗 是 把几乎都去理解犹太人的丑恶面 那有的甚至都是错的 对不对 犹太人在德国也人数不多 我后来去了解只有五十几万人 然后就把德国整个所有的罪过都怪到这些人头上 那就真的有人相信 OK 那要怎么办呢 那所以我说政治还是有理智的成分 大家还是 就是回到一个标准来看问题 就是你如果是这样去 酝酿政治 那拜登你最后是会 当然我们担心的 就是说因为美国毕竟还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嘛 对 那当他被民粹情绪所掌握 那做出一些 完全脱离现实的反应 那就很麻烦了啦 是当然了 这真的会让 不过你可以看到他的盟邦 事实上对气球这件事情的回应 除了加拿大之外 其实回应的真的不多 那等于说美国你看 就是加拿大配合演出嘛 加拿大最近还讲说什么 好像美加一起去击落了一些气球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呢 这个环石射品会说高射炮打蚊子 这真的是美国天天都会 我告诉你到时候可能会第五次 第五颗第六颗气球都会出现 因为说什么光二月就击落四次了 来看到这四次 然后呢都用了非常高规的方式 去打这个所谓的不明飞行物 好 第一个呢 2月4号的时候出动F22 响尾蛇飞弹都出楼了 再来看到是2月10号 阿拉斯加上空 又有说高空物体 那这次没有说是中国大陆的 然后就说又出动F22 还有响尾蛇飞弹 你看也是高规 2月11号的时候 加拿大预空地区 援助型的这个相关物体 用F22加响尾蛇 加拿大还出动CF18 跟CP140来进行监测 好 再来最新的是2月12号 密西根州 还说不明的八角型的飞行物 没有明显的有效的载荷 出动什么 这次出动F16加上赏尾蛇飞弹 好 你看哈姆朗当 出动了这么多架次的军机 而且都是用非常高贵的方式 去设不明飞行物 这不是让大家全世界看到了 美国真的是有点怪怪的吗 他自己要玩 别人可以没有意见 那在美加边境 因为他有北美防空司令部 所以他们确实是协同上去 然后就说谁 刚好在方便的位置 谁就把他挤落 他确实是这样互相理解 不过你要知道 比如说美国 我觉得美国就是一个 因为他常年本土很少被攻击 除了911 所以他对近来本土的东西 就是很容易渲染到 无限相当 非常严重 你去看911那个事件 那个是真的打到了 那死了2400多人 那美国就不计代价要报仇嘛 一定要把兵拉登消灭 那从头到尾包括伊拉克 包括阿富汗总共花了5兆美元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国家的 应该就是说他长期以来 因为霸权当酒了嘛 所以就有这种 哎呦我连我的国境之内也出现了外国的东西 然后他就情绪就拉到最高了 OK 只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气球如果是高空气球的话 因为你看不到 是在领空以上的 所以我才说是因为被民众看到 我就跟你讲被民众看到就很严重 这个就好像 51区早就发现了外星人嘛 为什么一定要否认 因为不能让民众看到嘛 因为美国的民众就是 很容易会有歇斯底里的反应嘛 就是我觉得这个气球就是因为它降到18公里 然后照片不断的被放 然后美国24小时的新闻网不断的重复播嘛 都变成主秀了嘛 连续三天 那整个情绪就被动员起来了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